SEQUEL語法裡面比較重要的部分跟各位說明 如果說裡面的資料假如說是數字的話 你可以用等於大於小於 大於等於小於等於都可以有沒有 就把它當數字來做比對 那一樣哪一個會有哪一個欄位的什麼樣的條件放在後面 那文字的話比較特殊 而且蠻常用like特別注意 而且這個最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它前後要單以號 而且如果中間要用那個就是模糊查詢的話 那用百分比符號有沒有萬用資源 這個還蠻特殊的OK 不是只有在SEQUELINE 其實其他資料庫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那這個會有的敘述 其實就有點像是那個Excel裡面的篩選功能 其實我是覺得一模幾乎一樣的功能OK 那再來的話日期 比如說要查某個日期 特別重要就比又更麻煩了 日期的話你就要用一個BETWIN 一般的話呢我們是 最常用到就是我要查一個區間的資料 那特別重要就用BETWIN BETWIN的話呢當然一定就是什麼 一定是哪個日期到哪個日期之間 所以敘述的方法 特別重要 BETWIN X 和Y 那我來做一個DEMO好了 這邊的話如果我就希望查什麼 查那個 你幫我查一下 那個1900 1970年1月1號出生的 到那個1980年的1月1號出生的 這些會員資料幫我調出來一下 有沒有 那老闆就跟你講 你幫我把資料調出 那怎麼辦 當然啦 你如果在Excel裡面 你用篩選 篩選也可不可以 可以啊 如果你是在資料庫裡面的話 因為現在很多資料庫都可以直接下Seql語言 那你就把Seql語言那一串 打在Seql指令上 它也可以把資料調出來 所以以後 最好還是要熟悉一下Seql 因為可以直接跟資料庫溝通 你就打了什麼 Select所有FromMember01 會有C Between這個 那 End 這個這個 第二個 所以Enter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資料就 幫我把我要的這個日期區間的資料就帶出來 馬上查出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該如何做 首先第一個 當然我是把剛剛的查詢稍微做個改寫 改哪些地方呢 特別注意 就這個幾個地方而已 第一個的話 多兩個變數 所以呢 這邊的話是X 就放這裡 Y就放這裡 OK 然後呢 後面的敘述 本來一樣是Select所有的FromMember01 一樣會有哪個欄位 因為我日期是放C啦 所以日期 後面的話 剛剛是用Like 日期的話就Between Between Between後面的話呢 那我就把它X放進來 不過你會發現 因為日期 它還蠻特殊的 日期這個 這個型態 在不同的資料庫裡面 它會有不同的結果 像Select Lite 我看一下 它好像把它當文字來看待 可是如果你把它放在那個Excel裡面 Excel是把它當數字來看待 所以不同的那個 它會有不同的用法 那這邊的話呢 記得喔 所以 這邊的話呢 日期時間 前後一樣要加單以後 And 第二個日期 就把X Y呢 從哪一個到哪一個 放到這邊來 OK 那這樣的話呢 再丟給資料庫 它就把它查出來 當然喔 以後如果你要直接跟那個 Select Lite 溝通的話 你可以講 Prince 假如說我要把這個 Select Lite 語言這一串有沒有 把它看一下裡面的結果的話 其實就這樣 所以執行一下 如果要看那個 1970到1月1號 記著喔 你這個一定要斜線 這個固定的 1980的1月1號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將來 你要直接在那個什麼 跟資料庫溝通 的話 那你就打這樣 Select 所有 FRONT MEMBER01 會有 C欄 BETWIN 這個 前後單以後 不過當然有一些啦 有一些 那像 SS 或者 SQL Server 它變 你又不能用加單 它變緊字號 有些是加緊字號 OK 日期這個可能 會跟 不同的資料庫 有不同的用法 AND 那這個 第二個 所以這個到這個之前 它就幫你查出來 當然 將來 你甚至還可以做更複雜的 比如說跨不同欄 或者是好幾個條件查詢 都可以 類似用這種方式衍生的 所以建議 如果你對SQL語言不熟的話 要不就到那個隔壁 重現場 找一本SQL語言的相關書籍 要不的話 你可以 Google查個關鍵字吧 就是什麼 SQL語法教學 那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 一堆啊 所以啊 SQL能做什麼 我剛剛講 會有敘述 SQL的會有 這邊就有一些相關的範例 當然還有其他的 如果都有興趣的話 這邊有Between啊等等 把這邊資料會看一下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字典一樣 需要的時候再來查一下 OK 因為SQL裡面實在太多了 我剛剛講的是比較重要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配合Python 也就是利用Python去傳遞什麼 那個SQL語言給資料庫 它回來之後 其實最後再到Python裡面 你看要做後續的怎麼處置 看將來你要把它輸出報表的話 那你就再串後面的報表的這個程式部分 OK 所以剛剛主要是在衍生講到有關那個 編號查詢 文字查詢 日期查詢等等的 那待會的話 大家查詢功能 我大概 其他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再查一下有關SQL語法的教學 那待會呢 我們就要再往前推進了 所以 請各位呢 再做下一個練習題 哇 難度又更高了 什麼呢 請你把什麼 之前我們做過的 全省郵局地址 就這些 在哪裡呢 我們剛剛 之前有下載嘛 下載區裡面 應該會看到有一個資料講 叫全省郵局地址 那這邊有個O 把O刪掉 OK 三重 那你會發現 它有固定的格式 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局號還是什麼 那這邊是帳號吧 然後這個是什麼 它的那個郵局的名稱 它是地址 好像局號吧 應該是帳號局號還是局號 我不知道 再查一下 然後呢 總共會有四個欄位 這個中間呢 用什麼分隔 用空白分隔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做幾個練習 什麼練習呢 25個 這個 檔案的話 其實幾個做法 不過 我會覺得 乾脆什麼 一種方法是 全部放在一個資料表 因為它結構都一樣 第二種是什麼 25個 檔案呢 就放25個資料表 其實也可以啦 看起來好像 並沒有比較有效率 好像喔 25個全部放在一個 工作表裡面 好像比較適合 有沒有 所以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做一個 一個練習題 請你幫我怎麼樣 把這25個 我們之前是把它合併嘛 那我現在不要合併 我現在是希望你幫我把這25個 檔案裡面的資料 通通怎麼樣 塞到 這個資料庫裡面去 然後呢 幫我產生一個資料表 也許叫什麼 叫郵局 或叫英文名稱嘛 叫POSE好了 POSE01 打開 就可以查到 所有全台灣的郵局的相關資料了 當然你可以關鍵Google 就是那個關鍵字查詢的時候 比如說要查哪一條路上 哪個縣市 哪一條路有沒有郵局 OK 注意誰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還給各位 所以剛剛的話呢 我們 就是利用那個基本的這個查詢 最常用到的不外乎就是數字的查詢 跟文字的查詢 文字查詢用like 那如果有用那個日期區間的話就between OK 那至於其他比較 這個seql語法 如果各位有興趣 我是建議可以再了解一下 因為seql 你會發現啦 舉辦生活當中所有的一切 背後其實都一定會有資料庫 所以如果你對資料庫熟悉的話 你要取得資料就更加容易了 那程式只是說幫助我們去做什麼 把資料寫進去 或者把資料取出來的這相關動作 那背後實際上還是會有一個資料庫 在背後默默的幫我們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待會兒這個練習完之後的話 再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前面做過的那個全省郵局地址 再幫我批次轉入到資料庫的話 該怎麼做 OK 對啦 這有四個欄位 第一個我有查出來 第一個叫帳號 第二個叫渠號 第三個叫渠名 第四個就是他的地址 所以會有四個欄位 那四個欄位當然 你要叫什麼名字 如果現在想不出名字 乾脆你 Create Table就ABCD 對 真的是太簡單了 所以我覺得Excel給我蠻大的啟發 因為我以前一直覺得說 很多東西一定要很怎麼樣 好多規則 然後你要很正經八百的 後來Excel原來是 可以讓你很放鬆的一個軟體 OK 所以有時候 後來 就是有 有些的想法 本來我們在學習這些東西的時候 覺得一定要 每個地方 都要完全去掌握 完全了解 然後很精確 然後做了很多事情 後來發現 這些東西 是很重要嗎 後來我 從Excel跟SX之間得到啟發 因為剛開始我 其實我花最多力氣是學習 SX資料庫 但後來發現 SX真的非常好用 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然後呢 但是它缺點就是說 用 操作起來太複雜了 功能很強大 沒錯 Excel是功能很簡單 但是呢 其實它的效能很低落 可是最後的話 效能低落的 其實打敗了效能很好的軟體 佔有率的話 反而Excel 大大躍進 SX慢慢沒有人用 我就開始想說 那我之前 學那麼多SS要幹嘛 後來發現 真的 真的能用到的機會 實在 太少了 反而 用一個那個 大家都會用的軟體 所以後來反而 教Excel的機會 比教SS多太多了 OK 所以我就慢慢想到 原來 大家其實也是希望 用越簡單的方法做事情越好 所以有的東西 其實 可以再想想看 斟酌一下 有沒有什麼方式 像這些程式語言 有沒有辦法讓它更簡單 然後呢 把你的問題解決掉 那就是好方法 那不見得是我想得出來的 因為有時候 我還是會受限於我以前所學的 所以我用的方法 那我盡可能的 把一些你們可能暫時 不太需要知道的 暫時也許把它 暫時 就是先hold住 不是說不用學習 像SEEQUAL語言 我只有舉三個常用的形態 那 是不是還有更多用 非常多 可是 以後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再學習 但不是說叫你一定要 然後鑽得很深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這東西 至少第一個要知道 第二個的話 要查得到你要的東西 唯一原則 不然的話說 你即便把 一整本的SEEQUAL語言的書 全部念完 你還是覺得說 這到底要幹嘛 有那種感覺 因為我以前就這樣 把每一本書借回來 全部K完之後 發現我在幹嘛 後來發現 好像我一直在背字典的感覺 後來發現 原來字典並不是要我們拿來背 是要我們拿來查的 需要的時候拿來看一下就好 OK 類似這樣 也就是最後 你可能會需要什麼 你要了解原理原則 然後呢 需要的時候 你要有能力查得到 你要查的那個資料 具備有辨識查詢結果能力 就像Google好了 有的人為什麼 即便Google到了 他還是不知道原來 這就是他要的答案 但有的人說 老師我為什麼Google 都Google不到答案 有的人 我不想不會啊 你看我一Google就Google到了 那有時候可能我覺得 在那個基本功夫上面 還有在查詢的能力上面 可能他 要再加強吧 OK 所以關鍵的地方是 這個技術是你要能夠 了解基本原則 剩下就是說 你要也能夠懂得 怎麼查到你要的東西 OK 我想應該至少就足夠了 好